八杯白水里面有一杯是浓硫酸 只要喝下必定常穿肚烂而死 可这八位陌生男女却明知如此 纷纷抢着上前接过水杯 没错 这是一场赌命游戏 只要有幸存活 便会获得上亿奖金 要知道 他们每人身上都背负着巨额债务 赌赢了便可以重获新生 赌输了便是死 每个人都抱着侥幸心灵 以为自己可以成为那个幸运的人 随着负责人喊出三二一倒计时 死亡游戏正式开始 但就在这时 却有位壮汉突然喊停 提出一个古怪的要求 想和对面的学生昧掉换水杯 据他解释女孩长相善良 纯洁灵魂的选择一定没毒 光头见状也要效仿 在争得正派男的同意后 两人同样调换了水杯 但他们就不怕原本自己的水没毒 反而是调换过来的有毒吗 只见负责人一声令下 八人纷纷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可之后便是死一般的沉寂 人人都默默祈祷其他人赶快毒发 而这时的毒液已经悄悄在某人的体内扩散 突然有人手中的叉子掉落 众人纷纷以为答案揭晓 却不料是光头手滑须尽一场 可还没等大家放松下来 突然正派男面容扭曲浑身抽搐 紧接便身子一歪倒地不起 他不甘地看了眼光头便彻底凉了 估计在他临死那刻还在悔恨 竟亲手把生的机会给了光头 然而却万万想不到 赌徒们的人性竟如此凉薄 正派男的死并没让他们感到后怕 而是一个个的变态狂笑 不仅是为自己的幸运 还有已经获得了1300万 可很快他们就笑不出来了 因为毒酒只是游戏的第一关 越到后面的关卡死法越是残忍 而且没有算法纯纯只靠运气 但让人意外的是 这游戏规则还有点人性 第一关的奖金已经足够胖婶还清债务 还纯剩100多万足够养老 负责人同意他可以退出游戏 胖婶的离开说明又少个竞争对手 六人都在幻想如果自己活到最后 最终会获得多少奖金 负责人却宣布个好消息 之后的算法略有不同 按六个人六亿的算法 刨去会所的道具费六千万 还有胖婶分走的1300万 最终获胜者的奖金近高达五亿2700万 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胖婶今又折返回来要继续游戏 他说赢钱是小最主要喜欢刺激 看来赌徒两字已经不足以形容他的疯狂 众人阴阳怪气 生怕他的回归会影响自己分钱 负责人为了鼓舞士气 直接将奖金额度提到六亿三千万 听到这里玩家们更加兴奋 就好像自己真的会活到最后一样 可怕的第二关很快到来 可他们都疑惑不解 为什么要给美人分发一个枕头 直到负责人搬来一个大箱子 又分别发给他们一个黄色包装袋 打开之后众人大惊失色 这一局的游戏叫做俄罗斯转盘 规则是美人一把手枪 枪里只有一发子弹 上膛以后对准太阳血 玩家们同时扣动扳机 而枕头的作用正是抵在枪口和脑袋中间 避免后期鲜血四箭难以清理 等一下 如果同时有好几个人不信中弹呢 负责人回答那岂不是好事 不管几人同时中弹一律淘汰 谁知学生妹又突然提出交换手枪 两个男人见状抢着要跟他换 学生妹依然选了上次交换的状态 见光头没抢过别人 家庭主妇善心泛滥 主动提出跟光头交换 玩家们纷纷垫好枕头 举起手枪摆好姿势 随着负责人倒计时开始 大家同时扣动扳机却都平安无事 紧接再次扣动扳机 依旧是没听到枪响 有人越来越怕 也有人反而越来越兴奋 但大家为了奖金全都豁出去 正是刚才和光头调换的家庭主妇 而这一次 玩家们的狂笑比上次更加变态 每个人又相继分到1700万 不过还没高兴三秒 更刺激的第三关尾随而止 玩家仅剩六人 而眼前的水池里不多不少 正好隔着六个水槽 规则是每人各跳一个位置 跳进水槽关闭盖子在水里憋气 憋气时常越高奖金越多 直到坚持不住可以打开盖子呼吸 但赌命游戏又怎么可能这么简单 其中必定有个盖子是打不开的 而且隔层都是钢板制作 如果不幸打不开盖子必死无疑 要知道 活活被水枪死的死法最是痛苦 他率先去挑选水槽 可他却观察半天让给了学生妹 他说最边上的这个绝对安全 还把他的护身符送给学生妹 学生妹感激替林乖乖跳下去 胖沈则为自己随意挑了一个 轮到壮汉的时候很有意思 他问负责人如果是你会选哪个位置 负责人下意识回答 不管是去厕所还是酒馆 他都会选择距离自己最近的 可他很快便意识到对方是在套话 刚想要解释自己的选择不一定正确 壮汉却选择信任他 早已在最近的水槽跳了下去 小白脸的选择是挨着学生妹 这时还剩女医生和光头两人 因为光头最怕的就是水 他非要女医生先选 最后哆哆嗦嗦跳进了紧声的位置 随着负责人的321倒计时开始 六名玩家同时潜入水中开始憋气 一个个憋得那时相当难受 一分钟后壮汉第一个坚持不住就要起来呼吸 很幸运他的盖子可以打开 依次使胖神也顺利地跳上来 紧接便是小白脸和学生妹 现在只剩光头和女医生还没动静 最后两人终于坚持不住想要上去呼吸 究竟谁可以幸运地打开盖子 下集立刻见分享 感谢观看我是村花 这对男女就快要被水枪死 可他们却不打算上去呼吸 因为憋气越久奖金就越高 但两个水槽有一个是封死的 这意味着其中一人将会活活枪死 终于在憋到人体极限那一秒 他们同时想要上去呼吸 好在女人幸运地撞开了盖子 贪婪地呼吸着新鲜空气 显然男人就是那个倒霉蛋 只听他的水槽传来几声撞击 之后便彻底没了动静 但赌命游戏就是这么残酷 即使死不瞑目也没人会同情 在一千万奖金面前人性早已泯灭 殊不知存活的玩家们还是高兴太早 这仅仅只是游戏的第三关 后面的关卡更是难上加难 在没有任何技巧和算法的情况下 单靠运气谁又能保证笑到最后 更刺激的第四关如约而至 谁知主办方却搞起了事情 临时又邀请一位神秘玩家 据说他曾连续三次拿下最终大奖 能闯过这么多关都活下来的人 如果不是运气好到爆棚 那就是身负异于常人的技能 想到这里 每个玩家都反对他加入 谁知男人竟拿出所有迎来的钱 为游戏的预算又翻了足足好几倍 玩家们都被这更高的奖金打动 他们被这新玩家商量计策 智商最高的学生妹有了主意 既然这个男人参赛经验丰富 我们不如时刻监视他的动向 根据他的反应做出调整 说不定就能通关 听此一言大家一拍即合 超过一万伏的电流 中招的玩家会从头到脚被击穿而死 可到了他们选择的时刻 大家都一致让新加入的眼镜男先跳 眼镜男没有犹豫 自信满满随意跳了一个入座 谁知其他玩家竟玩起了石头剪子步 赢得那人就可以跟眼镜男调换 而眼镜男竞大方起身让给了他 他对自己的运气一向自信 又随意选了其他的座位 玩家们也一次选好座位入座 一个个的光着脚丫踩上踏板 随着负责人的手起电落 灯光开始忽明忽暗 一阵电光火石之间 某位玩家的胳膊已经搭了下来 一片死寂过后众人纷纷睁眼 一看正是新加入的眼镜男 大家纷纷感叹他回来就是送死的 人还是不要太过自负为好 几次好运并不代表会更一辈子 这一关的巨额奖金 已经足够小白脸和学生妹还清债务 可他们却选择留下来继续游戏 女医生健壮冷笑一声 人性果然都是贪婪 连罪人畜无害的两位年轻人也是如此 很快第五官尾随而止 摆在玩家们眼前的 竟是一锅食欲满满的蘑菇火锅 可赌命游戏怎能单纯地让你享受 他们看出其中一种必定是毒蘑菇 规则是每人选择一种盛满饭碗 但不是给自己吃而是给别人 并且一碗要全部吃光 为了公平起见 玩家们用扑克牌抽签的方式 选择先后呈蘑菇的顺序 第一位玩家是女医生 她挑了一种最像有毒的蘑菇成满 毕竟毒死别人自己才有机会活命 之后递给了她最讨厌的壮汉 接下来轮到壮汉 听说越鲜艳的蘑菇毒性越大 于是她成满递给了小白脸 与前两位玩家不同 小白脸不希望有人因她而死 于是挑了一种最不像毒蘑菇的 转身递给了女医生 最后有意思的来了 这时只剩学生妹和胖沈 所以两人只能互相为对方选 但乱乱没想到的是 胖沈竟如知心大姐一般 她知道学生妹学识高 问哪种蘑菇像有毒的 她会选择那个没毒的送给学生妹 因为她早已把对方当成了亲妹子 自己这种赌徒死了并不可惜 她要学生妹活下去继续完成学业 说着便催促小妹 快点回想课上所学的知识 一番暖心之词感动的小妹热泪盈眶 经她仔细观察 指出右边黄色蘑菇是有毒的 可还没等她擦干眼泪鼻涕 她知道赌徒果然不能相信 可此时才后悔早已来不及 自己的选择含着泪也要吃完 玩家们也纷纷大口吃着碗里的蘑菇 吃完后大家都很同情学生妹 女医生为她涂上红色指甲 学生妹很高兴 说能这样美美的去天堂也不错 正当大家都在等待她毒发时 却来了一个巨大的反转 一旁的胖沈突然呼吸急促 痛苦地揪着喉咙倒地不起 看着胖沈拼死挣扎 学生妹索性也不装了 她狂笑着杀人诛心 虽然胖沈手段卑鄙却输在太本 而她的卑鄙才真正地叫人脊被发凉 就连壮汉都看不下去 想要过去痛遍她一顿 学生妹也并不理会她 转头就叫负责人扔掉胖沈送她的护身符 但靠阴谋诡计又能走多远呢 毕竟赌命游戏运气才是关键 很快到了第六关 而这关也是所有关卡最恐怖的 眼看时间已到 玩家中的壮汉却迟迟不见身影 负责人只能盼她淘汰出局 为了弥补空缺 主办方又加入一位新玩家 可女医生一眼就认出 这男人是之前来过酒店查案的警察 看他急不可耐就脱衣服的动作 肯定也是欠了一屁股外战 负责人拉开窗帘 这局的道具正是窗口 四名玩家正好对应四扇 规则就是玩家们把脑袋伸出窗外 其中有扇窗的上面会有大刀砍下 所以不幸的那人会立马人头落地 人人都被这种死法吓得瑟瑟发抖 只有学生妹男演兴奋 蹦蹦跳跳的就选了左边的第一扇 她认为自己运气已经好到爆棚 小白脸则选了最右边的窗口 现在只剩中间两扇 女医生和警察却同时看中其中一扇 两人决定以剪刀石头不论输赢 最后女医生输了 只好兴兴地走向紧盛的窗口 四位玩家摆好姿势 纷纷把头伸出窗外 如果说死亡是令人恐惧的 不如说等待死亡的滋味才最煎熬 每个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哑 随着负责人一声令下 大砍刀咔嚓一声落下 最先缓过神来的是小白脸 可她的脸早已被吓得更加苍白 依次是女医生 她的双腿也已经不听使唤 当即被吓得瘫坐在地 警戒一人的嘴角向上扬起 警察也很幸运地闯关成功 显而易见 只剩下学生妹一动不动 果然她应了自己上局的话 带着红色指甲美美地上了天 那么第七关 还会出现什么惊心动魄的关卡呢 失踪的壮汉又到哪里去了 下集让我们拭目以待 感谢观看我是村花